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看这个感情线在无名指的下方 出现这个间隙并且断裂之后又延续 延续另外一条又走向了食指跟中指之间 这个表示有一次失败的婚姻 离婚之后继续第二次婚姻之后 第二段婚姻更好一些 为什么呢 因为第二段感情线 它更深更浓一些 包括以前讲到的 我们讲到错开的生命线也是这样的 之前那个生命线比较淡一些 错开之后又延续的这条生命线比较粗一些 说明后面身体状态会好一些 生命力更顽强一些 就这个意思 我们看这个 这个是感情线有许多分支 往手指这个上下分支都有 那么手中的感情线细纹呢 向上的或者是向下的交错 纵横 说明其社交能力很强 这个 这个 但是呢 极容易 容易陷入到这个三角链当中 这个是 感情线 有很多支线 往往往上的支线比往下的支线 要好一些 我们放大来看一下 当然这个我们 这里有放大的图片 子女线比较多 这个属于细长的 说明此人的 一生注定千金为福 就是说生女孩 纹路清晰 说明了千金是有福之人 会给自己带来好运气 中年之后呢 运势会上升 家中的钱财是源源不断 女子女呢 也是比较孝顺 晚年也是享福之人 这个是子女线 比较淡一点 就容易生女孩 但是比较清晰的话 她是比较孝顺的 那么子女线比较清晰的话 是一条一长一短 而且都比较深 这个说明两个孩子年纪 也相差就是两三岁 都是男孩 婚姻比较幸福 不过这个孩子比较任性 需要多加管教 不然会招致一些货端 家长应该多了解一些 小孩的心思 这个是从哪里看出来的 就是当时那张图片 这个要细看 放下来看 从这个图片 我们分析一下 就是这个子女线呢 它粗粗的一条 但是相隔很近 说明了 这个两个 都是男孩 而且呢 隔的都比较近 比较近 就是两三年的样子 为什么说 它这个比较难管呢 第一个呢 它粗 粗呢 就是生男孩 男孩一般都难养 然后呢 就是 它的纹路 如果不是垂直的 它就是有点斜 这个就是有点 子女线不正 不正就需要 比较任性 需要多加管教 好了 有关这个子女线 包括一些其他的纹路 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 手下面向风水 发明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再次